嗨朋友们今天我们来水培紫色的鸭石草 这个是可以在水里能生长 在土里也可以生长的 很多的植物在水里生长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水培植物又干净 又可以省时省力 不用天天浇水 假如它水没有了的话呢 你就往里添加就行 水培的植物它如果说根已经完全稳定了的时候 完全没有固定的换水周期 也不需要常常把那个根拔出来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两个紫色鸭石草放在里面 等待它长根 55天不要去移动它 然后呢它的根就完全长出来了 现在侧芽也长出来了 而且侧芽呢由于这几天连聚了下了好几天的雨 它的根也在侧芽上长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只要有水它就能生长 这植物是不是非常好 而且呢它摆在家里面的阳台上 还可以进化空气 还可以欣赏它的粉色紫色的小花 特别漂亮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它的叶背是紫色的 叶面是绿色的 它的花呢是粉紫色的 现在咱们这样水培就成功了 现在它的侧芽你也可以把它掰下来 再拿一个水瓶或者是用一些土再来种 又是另一棵植物了 所以呢水培植物它繁殖是很快的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哦 中间没有加任何肥料水培过程中 它的根稳定了之后 四个月之后你可以加肥料 好了补充完毕 那是复合肥哦 液态复合肥 好了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会了 液态复合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